它会残留2D的部分 没关系,等下我把它搬过来 搬过来的话,我可以直接再用2D线 把它找到这一条线的终点,搬到这个地方来 所以这边的话移动,把这地方移过来 这边的话,找到这一条终点 这个的终点,移到哪里呢? 移到这个的终点 OK,点一下 再来另外这边的话,要做什么呢? 中间这边有一个凸出来的圆柱 圆柱多少呢?圆柱凸出来这一块是半径为15 所以这里我干脆用圆柱来处理会比较快一点 圆柱OK 然后它DUCS碰到这个面之后,它自动会侦测到 那我就要找到什么?这个弧的它的中心点 所以稍微碰这边一下,不要点下去 会出现中心点,点一下 然后半径为15 ENTER 然后凸出来多少?这一块 厚度为5 ENTER 再来的话,就是把另外一边用镜射 镜射完之后的话,再把这一整个连级 帮到这个上面来,这一点就完成 把画面再还给各位一下,试试看 对 我怎么记得到这个面子? 看什么好? 就算了 好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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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把它再搬过去 特别是搬的时候 把它做一个连击 这地方把它连击之后 连击之后的话 空白键 然后搬的时候 特别是用那个3D移动 然后选这个物件 特别是从它的终点 移到哪里 移到这个的终点 追踪一下 那应该相距多少 终点跟那一点的距离多少 相差多少 5吗 应该算得出来吧 5Enter 为什么是5 其实各位可以看一下 这个图里面 它其实就有标 就是 有没有 这边的话是20 所以这边 它的相关的 中间的部分就是多少 30 然后左右两边 因为它的半径20 所以这边过来就2020 所以加起来的话 就是70 对不对 那剩下的话 因为这总共是80 所以这边到这边的话 那就是5 那追的话 是刚好追 从终点 追过去 那就会抓到我们要的这个 这个位置 OK 那其他的话 我想 各位再看一下 那其他的话 各位最后把这地方 把它完成 那等一下 我们再来看 那个地骨体部分 呢 对 对 谢谢大家